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 零基础的普通人应该怎样更好的学习画画 先来看一下普通人这三个字 相信你也知道 很多商业插画变现的大佬 画风又好看 这稿子全都是名企 或者是著名的游戏公司的约稿 但是这部分人呢 不能算作我们普通人的范畴 他们大部分的人 要么就是从小学画画 人家有童子工在身上 要么就是名校毕业 著名的美院 本来就是可以接触到 非常多的商业插画的项目 再或者呢 本来人家就出身名企 像是腾讯啊 网易啊 这些大型游戏公司的插画师 而我们所说的普通人呢 就是更像大家的状况 以上的条件都没有 而且还是零基础 而且平时呢 还要忙于学业或者是工作 没有办法像艺术生一样 每天练习8小时 坚持三五年没收入 那我们自己天赋普通 起点普通 这个得承认啊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这个也确实是现实 那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普通人 我在接触商业插画之前呢 也曾经不停的在网上咨询 找各种各样的案例去拜师 后来我发现啊 别人成功的道路 有很多真的是因为人家起点高 并不适合我自己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以后 在网上看到资料的时候 也多去思考一下自身的情况 那我也是报名了很多插画学习的课程 学完了之后呢 也并没有像老师那样的机遇 但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 一边练习一边摸索的过程中 我找到了属于普通人 学习画画的非常合适的道路 那就是先以最快的速度 达到最低的接单标准 然后呢一边赚钱一边练习 要知道啊 想把画给画好 确实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刻苦训练 而且画画的过程呢 确实是孤独的 谁也替代不了你 必须靠你自己走过这段路 那我最开始报名的第一个绘画的班 班上30多个同学 到现在还在画画的就剩我一个了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坚持不下去 我们当时学的呢 是游戏原话 难度非常的高 练习数量不够 根本就看不到效果 那如果说长期没有正面反馈的话 最初的那一点 对画画的热情消耗没了 基本上就到了放弃的时候 那要不是后来我阴差阳错的 靠画画接到了单子 赚到了第一笔钱 我也可能就放弃画画了 确实也有很多有毅力的强人啊 确实能坚持得住 但是在我看来 大部分人还是得承认自己的普通 所以我们坚持不住 可以想个办法让自己坚持下去 就比如说接单 当你开始接单了 就相当于啊 你给自己找了一个监督的人 老板会不时的问问你 这个画的进度怎么样了 然后是不是给你提点修改意见 你去改就好了 画的好了还给你钱 那有了金钱的鼓励和刺激 我们就能更加的想要把这个画给画得更好 因为画得越好赚的钱越多嘛 那我本人就是靠着这样的动力 一步一步的从最开始的兼职画手做到了全职插画师 那咱们这套课呢 主要任务就是带着大家以最快的速度 帮助零基础的各位同学呢 快速达到接单变现的标准 那也希望大家在学习这套课程的时候呢 就是以赚钱为目标来学习 那我们想要赚到钱 首先呢 是不是要让我们潜在的客户知道你有赚钱的能力 所以呢 大家在这次特训营当中呢 首要目的呢就是画出自己的 拿得出手的精致的原创作品 就用我们课上教给大家的这个简约画风就可以了 哪怕画的东西很简单 但是第一要求呢是原创 不能抄袭别人的 第二要画的仔细 画面效果要精致 这个我们后面的课程都会教给大家 可能有的同学会觉得 哇我们的主画风非常的简单 很小二科 但是对于零基础的各位同学来说 甚至是有一点点基础的同学来说 在我们三个月的特训营里 想要把所有的知识都吸收好画好 这个画风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我知道有很多的同学呢 非常喜欢什么厚图啊 游戏原画啊 日韩二次元这些画面啊 效果确实很好 那又复杂又酷炫 谁看了都喜欢 但是如果说我们当下就只追求这个的话 就没有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变现的标准 是不是又回到了画了好久 学了好多年 但是没有什么用啊 得不到正面反馈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所以希望大家呢 先抛开自己对画画的一些执念 先把我们课程中这个好上手一掌握的简约画风给画好啊 把这个画风画好了 其实呢也是可以画出很多好看的作品的 等我们把这个画风湿透玩腻之后 后面的课程呢会教给大家 其他的画风应该怎么去画 你就会发现啊 仅仅是画法不同 基础需要补 其他的画风并不是特别难 你都不用看其他的这些教程就可以明白 这些画是怎么画出来的 只要你看到了别人的画 你就能模仿出来 这个是我们后期能够达到的程度 所以呢大家先不用着急 我们这三个月呢当下要掌握的 就是这个简约画风的绘制 这样我们才能以最快的速度达到变现的目标 除此之外呢 我们课程中也会给大家提到一些行业的小秘密 甚至有很多插画师都不知道的一些小秘密啊 算是偷懒小技巧 你也可以理解成类似于开外挂啊 那可能不是单纯的靠我们自身的画工去完成的这个作品 我会教大家怎么去建立 怎么去开外挂 来帮助零基础的各位同学呢 达到比其他的萌新 甚至是比你们学画画时间更长的人画出更好的效果 那大家呢可以先把这种外挂方法学会 不管咱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段 对吧 先把一个好的作品给画出来 那就是最棒的 起码你知道好的作品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你未来呢也更加的有练习的方向和目标 不过手头功夫呢是咱们未来必须要花时间练习的 这一部分呢算是基本功需要日积月累练习的内容呢 就等我们未来一边接单啊 大家一边补习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普通人怎么在有限的时间内 更快更好的学习这套课程 咱们这个课程除了教给大家学画画的一些基本知识以外 还会涉及到一些软件操作啊 以及一些绘画的处理啊 还有很多画画的知识点 有很多同学看课程的时候啊 就是随便在床上躺着啊 拿个手机随便看两下 或者是上班路上啊 蹲厕所的时候啊 拿出来随便看两眼 看似是利用了很多碎片画的时间 但实际上这样效率是极低的 就你会发现等你实操的时候 老师讲课讲的什么东西全都忘了 那有很多同学只能频繁的回去看视频回放 无形中就会挤压掉我们很多练画的时间 毕竟画画这个手头功夫练还是比看更加重要的 所以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让我们只需要看一遍课程 就能把所有的知识点都记下来 不需要我们再反复的回去看课程浪费时间了呢 很明显啊答案就是做好笔记 我们之前也统计过啊 所有的优秀学员都是认真做笔记的同学 那些画着画着就跟不上的同学 或者是每一次老师讲过的问题 还是会频繁的去犯错误的同学 都是没有认真记笔记的 这里呢给大家提供一个高效记笔记的方法 就是用软件截图加上这个简短的文字批注 像是我已经放在PPT上面的一些知识点内容呢 咱们就可以直接截图 其实你对着我的这个PPT抄下来有点麻烦 那我们可以用软件里面自带的截图功能 一边听课一边截图 然后除了PPT上面已经有的内容呢 我可能还会讲一些扩展补充的内容 需要大家手动打字啊 就是把我没有写在PPT上的 但是你觉得很重要的内容呢 把它打到你截图的这个下面 然后用这样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听完一遍课 就把笔记呢给完整的做出来 咱们的电脑里面的截图软件呢 其实在你的QQ或者微信里面都有啊 甚至于你的浏览器 你的输入法 其实都是带有截图功能的 那我们可以记住这个快捷键 至于这个记笔记的软件呢 我是比较推荐网络笔记 这样呢我们可以在电脑上记 然后手机上也可以随时查看 大家可以在平时的碎片化时间呢 就拿出笔记来看一看 我比较喜欢的记笔记的软件呢 是印象笔记因为它可以缩的很小 不会占用我们屏幕的空间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课程放在左边 然后把这个笔记放在右边 随着我们讲课的过程中呢 就可以直接截图下来 然后呢在下面记录一下 我们补充一下PPT里面 没有的一些知识点 这样是比较方便和快捷的 记笔记的方式 我们可以一次性做完 过后呢我们只需要浏览一下这个文档 就可以回顾到老师所讲的 所有的知识点 这种记笔记的方法呢 是比较省时和高效的 我们可以用它留出更多的时间来做作业 作业做的越多提高的越快 而且呢你画的作品越多 老师也可以帮你指出的问题越多 进步的就会越来越快 那就预祝大家啊 早日靠爱好来变现 那我们这节课呢就先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吧